首都吉隆坡今天早上发生一起车祸 一辆轿车怀疑失控而撞向路敦 导致两名男子被家困在车内 消防及拯救人员赶到现场后把他们救出来 一人受轻伤 一人受重伤 吉隆坡消整局今天早上7点接获投报 立即从敦拉萨消整局派出8名消整人员到车祸地点 也就是交赖交流道交通圈救援 现场指挥官莫哈默纳西尔指出 这祸的卖为轿车怀疑失控撞向路敦后毁坏不堪 车头凹陷 车镜破裂 车内两名男子动弹不得 消整人员设法把两人救出来 两名男子分别蒙受轻伤和重伤 他们叫后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